所为你的未来 好好的构划 我是MATZON 接下来我会分享我在 我的讲座会 所分享的东西 参与我的讲座会 至少有10个Countdown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在股市上每年至少有 20%的回报率 这个基本上是 会再强调在 在给你的心理上 有点交道 就是给你重置在你心理上 这个目标明确的目标 20%至少每年 然后最好的策略 以应对不同的事 比如说熊市 要采取怎样策略来应对 然后讲回 马来西亚之前的土栽 也就是熊市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最初的是1981年 这一年我还没有出市 然后到1982年 那他摘期是有408天 就整一年多 那就是 指数 然后 从540点到319 跌幅59% 然后第二次 我还没有出市 再多几天了 才是出市 1984到1982年 那他摘期是有 两年多 你看813天 那指数是从 这一天是421.6 然后 跌到 251.77 也是跌到 59 只上一次更厉害 然后 1987年 到19 也是 这个只是119天 就是3分之1 3分之1 然后 指数 从470点 到 247 跌幅52% 上次是这样厉害 然后 第四次 只有1994年 到 这个也是 更少90点 然后指数是 1300多点 到 9 920点 然后 跌幅是 411点 然后跌幅 33个8点 罢了 1997年 这个是金融红爆 最出名的 1278 然后到1998年的 261点 灾集是整一年多 差不多 差不多两年 一年365天来算的话 然后 它跌幅是 千多点 这里是 79% 是历史上最高的 也就是你很多人 发生 不如意的事了 由 百万富翁 变成 普通人 然后 你看 接下来是 2000年 这个2000年 就是我们的那个 千年 维基 那个电脑的 然后 摘集 400多天 然后跌幅是 1000到 500多点 46% 罢了 比较少 然后 接下来 200多天 大概是2008 1月14日到200多天 就是200多天 然后 时速是 1500多点到800多天 然后 跌幅是600多天 40多 如果我们 如果你能多到其中一个 就是在 这中间的时候 进的话 基本上 你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是 百万富翁了 来看 第三个 所以 五个 我在这个 讲座上 我还跟你讲解 五个最好赚钱的图形 这也是 因为这个 图形 最近 一个月里面 我会赚了整 78% 至少 78%回报率 然后 我还会跟你讲解 最简单 是做功课的方法 不一定要 因为 这些也是很 每个人的时间 时间也是 有时间 就是讲 我是24小时 你也是24小时 你没有可能 一天有48个小时 只要是72个小时 来做更多的东西 所以 有时候我们要用 简单 审视的方法 这个也是有的 然后 还有一步一步的教导 你怎样在网络上 买卖股票 这个 我在 我也是放了一些 video 录了一些video 很简单 还不够 不是完整的 第六个就是 给你有个明确的目标 你要在股市里面 赚取多少的钱 这个就是很重要一点 很多人就是因为 没有这个明确的目标 所以他们 要赚多少 都不懂 然后 第七个就是 可以给你讲解 什么是最好的进出场 集集 第八个 给你知道 哪个是你最好 或是最喜欢你的交易户口 这个也是要看 就是每个人 每个人有个别好喜欢的交易户口 第九个就是 五个基本步骤 教你怎样 投资在股市 然后 第十个 帮你 有绝对的自信 安稳的穗免 与你所投资的股 好了 当然还有更多 带你 就是等待你来参与 我讲座 对 然后如果你要报名的话 你可以浏览这个网址 记得要查好这个网址哦 看清楚哦 是hpd coller slash douasyoulike.com slash making-money-stock-market-bisc-cake 就这样而已啦 然后 你 以 第一个课程来讲 就是5月3号 然后 我说一次 我是以华语来讲解 不过哈 他的 他的那个 呃 辅助器那些 我是用英文 不用讲 因为我是用华语来讲解 所以 你会明白啊 我在讲是什么 那当然这个5月3号 是星期六 然后 哪里就是 Cristal cow 或跳在基隆 波甲洞 那边的 就这样而已 然后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股 这个股来分析的话 那时候我已经给了一个人 那些给给了他很多人一个 呃 危险的性态就是 这里看到这个这个爆量 这个是超级爆量 这个爆量是 已经讲讲明了 傻 那个大户已经 有要退场的啊 心态了 然后一路来都没有一个确定 还一直网路上去 上到 这里大概是这一天的时候 大概是啊 这几天了 然后 菩萨那边就有一个 像他跟我们讲 要资访这个股 而是你看到有一个 奇缸的行程 这个是短期 整个图境里面最好赚钱的一个 一个 一个图 但是他没有一个 还没有合约的海洋局 这个 这个十字星 这个是 呃 叫做 龟顿 就是 坟墓 然后突然间来一个爆跌 爆跌这里就很危险 很多人 如果是高手 你啊 高手就可以进高手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里 开市 然后跌跌跌跌跌 然后再拉上来 如果那些高手就是会看 机顺面的话 是他们会抓 但是这个钻户不多 吧 然后我们没有 马上去搞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如果他进这边 他大概这边就要出场了 因为这里 出了一个 信号要离场 然后再来加跌 开始说没有什么量 你看到没有什么量 然后最近又来一个大爆量 你可以看这个三个已经是证明了 大户 已经是 他手上完全 就是没被票了 然后接下来 不是这个 很多人会问 这个股已经是完完的了 就是没有得完 我是讲目前为止 就是静观其变 就是等 等待他 发生了像这样的东西 看到这个量 是等待这个行程 还有 当然也是要一个 他反弹的时候 反弹的信号 然后 有一个熊市 就好像这个 熊市的蜡烛 形态 发生 但是他没有一个确定 然后他就上上 然后上 就不会上了 有一个爆量 然后行程这样的时候 这段时间你就可以进了 如果你要知道更多欢迎这些分享的话 你可以来参与我的课程 然后再 再重申一次 呃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网址 记得哦 这个是先到先得 过了这个日下一次是6月 22号 这6月22号的时候 基本上 可是 以英文来讲解 不是有华语 所以 现在原本我是 要 要举办三个讲座会 至于 一些问题 某些问题 一些 挑战性的 技术性的 蓝皮上 所以 我把它 简化 就是减少 变成两个吧 这两个之后 你就不会看到 那我再讲解这个 这个会分为四个课程 四个课程 你才可以 看得完整个 如果你要 知道更多话 就 好好了 来参与 然后到时见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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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